大家好,欢迎来到成为学基因 今天我要给大家讲的是 Element公司的清核子高通量测序 Element Biosciences公司的清核子测序 有三个巨大的优势 一,是它的测序数据的质量很高 它的实测数据中 80%的数据可以达到Q40以上的质量 90%的数据可以达到Q30以上的质量 而且Element公司是我所知道的第一家提出 把Q40作为数据质量标准的高通量测序公司 二,它的测序成本很低 目前Element能给出的价格 是每个季的数据成本在5到6个美金 或者说35到42元人民币 这个价格已经和用Illumina公司的 NovaSick 6000型测序一般能够给到 市场的终端客户的测序价格一样了 三,它的灵活性高 Element的Aviday测序的上级测序 现在是一张Flowcell测300个G的数据 相比之下能给出相同价格的NovaSick 6000 它的主力测序芯片 也就是S4芯片的数据量 是一张芯片产3000个G 也就是说Element测序300个G的数据量 就可以开一次机 而不是需要等测序3000个G才能开机 之所以Element的测序方法能有这么多优秀的特性 原因是它采用了全新的化学原理 完全不同于传统的SBS 也就是边合成边测序的化学原理 Element用的新的化学原理 是一种被称为氢核子的测序原理 接下来我们会分成三个部分 来介绍Element的测序 一,测序的化学原理 二,使用中的优势 三,未来可能的应用 我们先来说它的测序化学原理 Element测序的过程 先把文库从线性DNA分子 做成一个环化的单链DNA分子 测序芯片上则共架地结合了引物 这些引物也被称为草皮引物 然后把单链环状文库加到芯片上 环状文库的接头序列 就会吸附到引物的互补序列上 然后加入聚合酶 在引物的引导下 聚合酶进行滚环复制 滚环复制的过程 会把要测序的目标序列的拷贝数 增加1000倍左右 滚环复制出来的DNA链 就像一团毛线团 这一团DNA是共架连接在芯片上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 如何检测DNA链的序列 Element测序原理中最重要的一点 是把通过荧光信号 检测模板上的剪辑种类 与测序链的剪辑延伸 这两个步骤拆分开来 荧光检测归荧光检测 剪辑延伸归剪辑延伸 拆分成两个步骤后分别优化 这里要重点介绍Element公司设计的 青荷籽 如图所示 青荷籽的这个化合物的样子 它的中心是几个同一种颜色的 荧光集团 向外伸出四根链 每条链的末端连着一个剪辑 每一种青荷籽上的四条链的末端 所连着剪辑是一样的 一共设计了四种青荷籽 每一种青荷籽各有一种荧光颜色 每一种青荷籽伸出去的链的末端 各自连着一种剪辑 这样四种荧光颜色和四种剪辑种类 就分别对应起来了 有了这四种青荷籽 就可以把这四种青荷籽 与聚荷籽引物都加入到芯片上 我们可以看到 模板上的对应与引物 接下来要延伸位置的 是一个A剪辑 在聚荷籽的配对作用下 青荷籽末端的T剪辑 被配对到模板上 A剪辑所对应的配对位置上 另外一方面因为青荷籽上连的这个T剪辑 是有化学修饰的 所以它不能与引物发生聚合反应 所以延伸反应不能发生 而一个青荷籽伸出四条链 每条链的末端的那个T剪辑 都会被吸附在这个毛线团上的 某个引物末端 要延伸的位置 这样有了四种吸附力 整个青荷籽就被较为牢固的 吸附在这个毛线团上 然后进行清洗 把没有吸附到毛线团上的青荷籽都洗掉 只留下能够吸附在毛线团上的青荷籽 那么所有留下来的青荷籽 都是各个毛线团上 引物延伸方向的下一个剪辑所连的青荷籽 接下来进行荧光拍照 这是Element荧光拍照得到的 有四种荧光颜色的照片 照片中的每一个光点 就是一个毛线团 每个毛线团都吸附了许多个青荷籽 青荷籽在激发光的照射下 发出相应颜色的荧光 因为是四种荧光分别对应四种剪辑 所以仪器就可以很方便的 根据一个毛线团上所发出的荧光颜色 来判断这个毛线团上相应的剪辑种类 在荧光拍照完成之后 先把吸附在毛线团上的青荷籽都洗掉 接下来用带有可逆中止集团的DNTP 进行核算链的延伸 在DNTP的三笔端有一个跌弹集团 这个跌弹集团起到了可逆中止的作用 因为有这个中止集团 所以延伸步骤只会延长一个剪辑 然后用化学试剂处理 把这个跌弹集团切掉 露出三笔端的枪击 有了自由的三笔端枪击 这条链就可以继续延伸了 为了更好地理解Element的化学优势 我们先来比较一下Element公司和Illumina公司 各自用的带修饰的单核钢酸 我们可以看到 Element用的修饰核钢酸 它的剪辑上连着一个长柄 长柄的末端连着一个荧光染料 这个荧光染料就起到报告 这个剪辑是哪种剪辑的作用 这个长柄会在拍照完成之后 被用化学的方法切断 但是切断反应后 会在剪辑上留下一段残留的柄 这张图展示Element的测试中 切掉荧光集团之后 经过延伸的这条链上所残留下的柄 测序行业把这些留下来的柄 称为SCA 八痕的意思 很显然这些残留下来的八痕 让Illumina测序中 这根延伸的迭内链 不再是天然结构的迭内链 而是多出了许多根额外的长柄 这自然会影响到Illumina测序链的 进一步延伸的效率 我们回过来看Element用的DNTP 它没有延伸出去的测链 它在去掉了迭蛋集团之后 就是一个自然的核钢酸 所以Element测序过程中 延伸出来的链是自然的迭内链 没有八痕 因此Element的链 在聚合酶的作用下 延伸的效率会更高 这个动画展示了SBS测序 与氢核子测序 这两种方法带来的氢核力的变化 和试剂成本的变化 左图是SBS测序 四个带着荧光集团的T-C-G 在聚合酶的帮助下 与四条模板上的A-C-G相结合 但是单个的核钢酸 与模板的结合力较弱 单核钢酸很容易与模板解离 为此SBS测序中 要用1-10个微末尔浓度的核钢酸 来进行反应 这是一个较高的单核钢酸浓度 目的是用高的浓度 来弥补修饰的单核钢酸 与模板结合力的不足 再看右图的氢核子测序 氢核子生出四个链 每个链末端的剂减机 与模板清合在一起 四个氢核力叠加 就会是一个很强的氢核力 而且就算有一两个链松开了 也不影响整个氢核子 还是吸附在这个模线团上 因此氢核子测序中 只要有十几个纳毛浓度的氢核子 就可以进行测序了 这样Element测序 直接把反应所用的核心化学式机的浓度 相比于SBS测序 降低了约100倍 这就是Element公司 作为一家新的测序公司 一开始就可以把测序的价格 降到于Illumina成熟测序平台 相似的价格的根本原因 氢核子测序的第二个优势 是可以降低facing和perfacing 对测序数据准确性的影响 facing是指部分延伸链的延伸步伐 比大部分的延伸链慢了一个剪辑 perfacing则是指部分延伸链的延伸步伐 比大部分的延伸链快了一个剪辑 左图在SBS测序中 一个毛线团上的几条延伸链 因为会有facing和perfacing的情况发生 所以DNA链在延伸了几个循环之后 就会有少数的延伸链的末端的剪辑 与主流的链有不同步 这些不同步的链所连上的荧光剪辑 与主流链上的荧光剪辑不同 这就会造成信号的下降 噪音的增加 这也是造成SBS测序在测序循环数增加之后 数据的准确性下降的主要原因 也是限制SBS测序长度的主要原因 我们再看右图 在轻和子测序中 同样会有facing和perfacing造成的部分链的延伸步伐 与主流的链的步伐不同步 但是这些不同步的链中 facing的链只占全部延伸链的少数 perfacing的链也只占全部延伸链的少数 而轻和子是有四条链 四条延伸链中 就算有两条链上的剪辑是A 一条是T 一条是G 结果我们可以看到 还是带有T的这个轻和子 结合到了毛线团上 这就是一种选举效应 也就是四种轻和子竞选 所有延伸链上吸附到延伸位置的剪辑 对四种轻和子进行投票 通过选票的多少来选出胜子 最后是获得大部分选票的那种轻和子胜出 而只获得少部分选票的轻和子 会输掉竞选 选举效应会增强数量 占大多数的那种剪辑的胜出效果 若花那些占少数的剪辑的作用 也就是说 选举效应会在一定程度上 盖掉facing和prefacing产生的噪音 同时突出主流链上的剪辑信号 这是轻和子测序的数据质量高的原因之一 Element的测序是可以做双端测序的 我去查了Element公司公开的专利 大致地了解了Element做双端测序的方法 接下来我就给大家说一下 我对它的双端测序方法的理解 首先在合成第一链的时候 是在四种正常剪辑的DNTP之外 还参入了DUTP 有剪辑在测序过程中 会被读成T剪辑 所以有剪辑不影响对第一链的测序 在第一链的测序完成之后 在反应体系中 加入引物和Fy29DNA聚合酶 合成第二链 因为毛线团中 有多个引物结合位点的拷贝 所以引物会在多个位点 启动互补链的合成 也就是会形成多条第二链 而Fy29酶的作用 是后面的链可以把前面的链推开 这样可以保证 最后只有一条第二链 吸附在原来的第一链上 接下来在反应体系中 加入油则酶 在第一链上有油剪辑的位置产生切口 大量的切口就切碎了原来的第一链 这里用到的油则酶 它的作用是可以在带油剪辑的DNA链上 在油剪辑所在的位置 切出一个单链的缺口 关于油则酶的文字介绍 我打在屏幕上了 有兴趣的同学可以暂停一下视频 慢慢看 我在这里就不念了 第一链被切碎后 碎片被洗掉 然后新合成的第二链 通过与原始的草皮引物的互补关系 还是吸附在芯片上 接下来加入第二链测序的引物 再加入煤和清合子 进行第二链的测序 这就是Element实现双端测序的原理 Element公司的另一项化学商的创新 是对芯片的表面进行了特别的处理 让芯片的表面变成低吸附的 这可以明显地降低测序过程当中的背景噪音 让信号可以被更好的检测出来 第二部分 我们来说一下Element测序在使用中的优势 Element测序的第一个优势 就是数据的质量很高 Element公司公开承诺的数据质量 可以达到Q30以上的数据的比例 大于90% Q40以上的数据比例 大于80% 相比之下 Illumina的Nexasic2000的公开承诺的数据质量 是2x150的测序 可以达到Q30以上的数据比例 大于85% 我的几个同事和朋友 都已经实际用过Element进行测序 他们都一直表示 Element的测序数据质量很好 第二个优点是对高极其含量和低极其含量的测序 能有很好的覆盖均一性 这张图横轴是把全基因组分成许多个测序窗口 把窗口按照极其含量 从低到高进行排列 纵轴是均一化后 各窗口被覆盖的测序深度 理论上覆盖的这条线越平 越接近高度一是越好的 这里蓝色的线是Element的实测结果 黄色的虚线是Illumina的实测结果 可以看到Element的蓝线 比Illumina的黄色虚线更加平 更加接近一 也就是说Element的测序结果 对高极其含量和低极其含量的区域的覆盖均一度 是优于Illumina的 这在实用中会体现为 对假计划的文库更加友好 因为假计划测序的文库当中 绝大部分的C减基 已经被转化成了T减基 这会导致文库分子中 GC比例极度偏低 Element的实测结果中 可以对假计划测序文库 得到较好的测序结果 第三点 对同聚物序列的耐受性更好 同聚物序列 就是指一长串相同的减基 比如连着10个甚至20个A减基 或者连着10个甚至20个T减基 这张图展示了 连续12个相同的减基之后 Illumina的NovaSick测序的准确性 和Element的Avity测序的减基准确性 横轴是以同聚物序列为中心 向左右两边延伸 纵轴是错配的减基的比例 我们可以看到 在Illumina的测序结果中 在同聚物之后的序列中 出现了较高比例的错配减基 而在Element的测序结果中 在同聚物之后的序列中 错配减基的比例 相比于Illumina的要低许多 所以Element的测序 对长的同聚物的耐受性更好 第四点 Element的Avity测序仪的测序速度较快 Avity的这个测序仪 一次可以测两张芯片 每张芯片产出约300G的数据 两张芯片一共产出600G的数据 我去查了一下 Illumina和华大这两家公司的 相似测序通量的测序仪的测序速度 在都测2x150的测序长度 都测几百个机的这个级别的数据量 Avity这个机器用的时间是38小时 比另外两家的用时略短一些 第五个优点 是Element测序的duplication率低 index hopping率也低 duplication是一个原始文库的分子 在上级测序之后 产生了多条reeds 这就叫duplication duplication会浪费测序通量 是测序中应该尽量避免的 左图是Element与另两家主流的 高通量测序公司的比较 可以看到Element的测序中 duplication率明显更低 右图是index hopping的结果 也就是index序和实际的文库 插入片段的序列之间 产生了张冠礼带的问题 右图是用一个大肠杆菌的文库 和三个人类样本的文库 放在一条内里测序 因为大肠杆菌的基因组序列 与人的基因组序列有很大的区别 所以很容易从测序结果中 找出index hopping的情况 图中显示Element的测序结果中 index hopping的比例远低于0.5% 这是一个很低的index hopping的比例 第三部分 我们来说一下Element的测序 未来可能的应用 我看到了Element的各项参数和性能之后 第一个想到的 就是它很适用于各种 临床肿瘤样本当中的 低频突变的检测 比如MID 也就是白血病的微小残留病变 TNB 肿瘤突变负担 CDDNA 也就是血液中的循环肿瘤DNA 这几项检测都是大海捞针的检测 有突变的率子 可能只占全部测序得到率子的几千分之一 甚至几万分之一 Element数据的高准确性 让检测肿瘤中的各种低频突变的准确率 会大幅提高 二 临床检测要求测得快 Element的Evity测序以较快的测序速度 和它中等测序通量带来的不需要太多抽样 可以快速开机测序的优势 都可以加快交付测序数据的速度 三 较低的测序价格 可以让医院有可能用得起Element的测序服务 四 低的index hopping概率 也可以让医院和零检索 可以更加放心大胆的利用Element的测序 来检测肿瘤样本 而不用太担心index hopping带来的 错误index信息的张冠理贷的问题 当然在开展各项临床应用之前 Element还需要通过国家的医疗机械认证 以上是本次讲座的全部内容 欢迎点赞收藏转发 以下是广告内容 尼尔生物公司是专业的生物技术服务公司 提供包括空间转路组在内的 多种生物技术服务 以及各种单细胞测序服务 和其他高通量测序服务 欢迎会顾